华联市长魏佳贤在出席华联市巡守分队常年训练时 特别颁奖表扬给各巡守分队 肯定他们对华联市治安的付出 也感谢他们每日每夜的守护家园 让大家深切地感受到 华联市是一座宜居安全的城市 华联县警察局华联分局日前晚间 在中华国小活动中心举办了110年上半年度 守望相助巡守人员训练活动 而市长魏佳贤为了感谢各巡守队员 长期以来对华联市治安的付出与奉献 也特地到场代表华联市来表扬各分队 那我们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巡守 对长期以来在华联市 对于华联市治安跟华联市警力的一个协助 那我们真的也非常感谢这些巡守家族的朋友们 在每天晚上都这样子来 每日每夜的来付出 那今天也是他们一个长训的日子 那特别代表华联市民 谢谢各个巡守分队 那特别致政一些感谢状 那也希望他们平常的时候 除了照顾别人的一个治安之外 更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那在母亲节前夕也祝福我们所有的 巡守家族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华联市巡守分队包括民生 美轮 明星 国联 国胜 国服 国御等 共计有12个分队 市长维嘉贤在台前一一颁奖表扬 并且表示巡守队员对于社区治安的维护 具有相当大的正面注意 也期盼华联市的治安 透过警政及巡守队的维系下 让大家都能够深切感受到 华联市是一座宜居安全的城市 谁最棒 我最棒 记者许立琴 华联市报道